大世界像舞台 我可唱由異國 風景漢像至今深 為何在宇宙外獨行 花生有愛出酒 出遊溝鬼頭 窮遊也風流 好 回到來了 剛才我們聽聽B女 這麼精彩的理事本 下一集去哪裏呢 我們乘火車北上去波濤 火車票貴不貴 二百多港幣一程 但你要先上網先買 但它開得很密 上網買了之後 就要印刷出來 因為它很老套 即是你先在香港賣定 對 訂定 然後印刷出來 老套到底是 有個車長 等你開車後 才上來查 你那張車票 那你沒得走 對 所以大家記住 要印刷出來 不能用手機展示給它看 總之印刷出來 你已經不用出票了 印刷出來的那張就是 就是Ticket 對 就是Ticket 然後我乘火車上去大概三個小時左右 那也不是很遠 三個小時絕對可以接受 不遠的 對 還有跟剛才說 就是很多 我看到很多 背包卡 跟同一輛火車 會中途在其他小鎮下車 因為中途有些小鎮 有些中世紀古鎮 然後有一個小鎮 很像葡萄牙的葡萄牙 是呀 這個可以值得去探望 其實你整個都是一個混河的城市 混河入裡的城市 其實是 是啊 如果你流進去的話 看到一些小鎮 都好像一些水城 其實有啊 有些好像水城 但是我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沒有去到那些 我就直接去了波圖 波圖我就是 留了差不多六天 整個旅程裡面 因為我是一個慢活的人 哈哈哈哈 就是我呢 總共在這個波圖 我就不斷走 每一天就不斷走路 我沒有搭過任何東西 除了觀光的電車之外 然後我就周圍走 你覺得挺特別的 其實你現在的波圖 比較出名的 就是其實你見到很多這些建築 哎呀好漂亮的 都是有些青花的感覺 你看到這些藍白藍白 為什麼這麼多青花呢 其實在澳門都有 澳門都有 是啊 澳門都有的 但是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那B女兒其實你也拍了照 比如這個聖靈教堂 聖靈教堂 整個大塊青花貼上去 是啊 挺有心思 所以歐洲你只是在葡萄牙才看到 這種特色的建築 而且李斯本也沒有 李斯本比較少 是的 聖靈教堂不可以這樣 但是去到波圖 去到哪裡都肯定有這些 青花建築 是的 狂拍照 拍到時間會忘記了 哈哈哈哈 這個就離譜了 青花到 我想Julian去到你應該站好在這裏很久 站好在這裏很久 站好在這裏很久 其實很奇怪 或者很特別 大家看到 很中國式的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說青花 你很難避免就是中國傳統 大家會想沙波冷餐 或者花瓶 那些湯碗 其實青花池本身就是中國的傳統 甚至可能你這樣說 可能是廣東的傳統 那其實去到 青花是很奇怪的 其實葡萄牙有這麼多 波圖這個地方 為什麼有這麼多青花池 原來看資料 其實當年 大家如果都知道 葡萄牙當年是一個航海的帝國 什麼叫帝國呢 那時候周圍都是殖民地 你數得大家最認識的 就是澳門 另外它最大的殖民地就是巴西 這些都是它的殖民地 所以當年的航海業 是非常蓬勃的 就是因為航海業的蓬勃 它來到亞洲這個地區 亦都去到大陸 去到中國地方 看到別人的青花池很漂亮 當時它就買了很多青花池回去 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說China為什麼叫China 就是它當時買了青花池 它就把它叫做China 索性就是在China買的 買了一些China回來 那裡就叫China 所以他們當年很欣賞這些青花池 也買了很多青花池回去 他們真是good taste 那時候是黃室才會用 黃室才會用 即是黃室 即是沒有那麼雷紋 你現在看到通街也是 通街也是 但其實他們初初就是黃室人員 甚至有錢人才能夠接觸到 到後期他們喜歡青花的程度 買都不夠滿足 所以就開始要訂造 聽說那時候黃室人員 甚至有錢人 就會訂造一些花瓶 或者一些不同的瓷器 可能有自己的樣子 或者自己有些廢號 他們就在中國大陸那裡訂製 直至到最後期 你看到現在這些教堂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這些 我們叫做青花的拼貼 其實你看到它一大幅 如果你近看 就是它一個個街磚 就是一塊磚 但是你想想 一塊磚 但是砌一幅大畫 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畫是很細節的 可以輸入去看一下 可以鑑上一下大家怎麼zoom 不懂 可以zoom進去看一下 其實他們有很多故事在上面 對 有很多故事 對 有很多故事 對 你繼續說故事 對 其實你看到很多故事 其實在教堂 當然有很多聖經故事 其實你提供什麼呢 其實就是 我們去到意大利 我們意大利無論是天花、牆壁 有很多壁畫 只不過它就不用畫這個方法 它就用 你想想 它是難過畫的 對 為什麼 其實它是要先畫 拿到空肌都可以做出來 你看看 對 這些是什麼 耶穌有些空肌 對 耶穌有些空肌 連雲的陰影都做出來 這些可能是 有些講慢的元素 我覺得 巨逢做瓷器拼花 其實技術 比你手畫上一幅牆 我們看意大利 有些人在一幅牆 長期畫畫 但他們不是 首先要畫一幅畫 然後再拿去燒 燒完再切一小塊 其實它的難度是更加高的 對 完全 有些細節 風格也有些不同 對 其實它的畫工也有些不同 另外還有火車站 火車站的室內 都是一個很有名的地方 去看它這些青花拼鐵 對 這個就是波濤最有名的火車站 對 它裡面有很多故事 對 正希羅林 沒有把這些青花的東西 做進去 不知道 他做了這個 但這個燈的模式 其實很多車站都有 很多車站都有 對 那它四面八方都有這些壁畫 對 其實除了這些在教堂 甚至這些壁畫故事之外 其實它民間都還有一些東西 嗯 曹總其實剛剛 可以開那個 對 對 所以去到波濤 是鑑上瓷磚的地方 你會不停拍瓷磚 是 好了 可以開頭幾張 其實這張是比較簡單的 你看到 其實有些人很有心 有些窗 其實有不同的窗口 有些形狀 你看到這個比較簡單 你會看到全部都是用黃色的框 框著窗 其實有不同的設計 不同的風格 看下一張就開始看到 很漂亮 你看到裡面全部都是窗 是用瓷磚 瓷磚去拼合的 你看到它們是很有心思的 雖然你看到瓷磚大部分都是相同的 但可能它是配合自己座樓 可能配合自己的設計 所以有這些 你會看到 所以我就這樣說 其實除了你說那些古代話的金壁輝煌 或者是砌得很漂亮的壁畫之外 其實它民間有很多不同的 他們自己的住宅樓宇 他們都會用到這些瓷磚的拼貼 再看下一張 下一張 這是拼花 好漂亮 因為剛才那些 你見到 那些瓷磚是每一隻一樣的 它拼合起來 但你見到拼花 不是的 它是砌一些花款出來的 其實很複雷 你只看這個 嘩 這個是好些手袋的花紋感覺 是啊 但這裏就有很多個貢子 哈哈 但它很有趣 它貼一些瓷磚 它不會整封牆 如果家庭的話 你只圍著窗 你變成很色彩 沒錯 它很highlight了一些地方 所以其實 如果你看看瓷磚的運用 是怎樣的呢 所以它就去到 不是真的要看古代的東西 其實現代也非常多 再下一張 就是應該 第四張 這張我喜歡 這張就是 立體的 不是瓷磚 其實這張是想看看 其實香港人很熟悉的 這些就是窗台 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窗台 但是其實 以前我們估計 比較舊的屋 都會有窗台 其實這些窗台 當然有功能性 和有裝飾性 其實功能性就是 可以擴闊你的視野 裝飾性就是 你看到不同類型的窗台 其實對它的樓宇 都是一個點綴 我知道 還有它這個是摩爾人的建築風格 像剛才在里斯本 貝倫塔 或者前資介紹一個皇宮 它有很多這些DQ 那就是窗口 其實它是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摩爾人 還是不知道什麼 很厲害 什麼呀 我去過嘛 你還厲害 你們還沒去過 都講到這麼多話 看完這張圖 其實這張圖 收到當年 葡萄牙的殖民地 很多地多 你看到很多 巴西最大 然後非洲也有些地方 細肥洞肥也有 是啊 很厲害 那些就是一點點的 馬特加斯加也是 這些比九段線還厲害 是啊 它那個航海的範圍 能夠吸引到的勢力範圍 真的 嘩 這個葡萄牙 一點都不能少 所以 你想想它歐洲國家 這麼小的國家 它可以擴展到 是啊 所以你想想它 當年海軍的力量多小 這個其實是明朝時期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其實他們是很自豪的 自己這些歷史 千萬不要跟西班牙 但是明朝時期 又未至於跟那個 誰 就是 鄭和 那鄭和有沒有去到葡萄牙 應該沒有 真的不懂 但是傳聞中 就是傳聞中 鄭和之船隊裡有人去過歐洲 因為他們會繼續航行 我就是知道 不如我講阿蓄耳群島才會說 有澳門人去了阿蓄耳群島 我也是 是有趣的 挺有趣的 是啊 這樣 有澳門人去尋根 是不是 看看這張照片 我想看看第二行最後的照片 第二行最後的照片 剛才不是說的那些 那些升降機 那些升降機 其實剛才不是說過 在里斯本有三條路線 其實三條路線是用三種的車 你看到第一種和第二種都比較接近 其實第三種有點不同 最尾那種 最尾那種 最高這個 對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樣子 小一點 小一點 其實不是 車身的 車身的 車身是不同的 整個車是貼地 為什麼呢 原來第一架和第二架 就是比較早期的路線 第三架就是比較後期的路線 你看到第一和第二架 它是把一架正常的電車 正常的電車 硬硬把它打平 然後後面放高 然後走一條斜路 但是去到第三條路線的時候 就聰明一些 或者科技先進一些 其實整架車會做斜了 其實裡面是會有三級的 就是在車裡面會有三級 中間一級 上 中 下 三級 等於三個平地 等於三級樓梯 所以這三條路線都頗有趣 很有趣 你不說我都不知道 是嗎 我看旅遊書都沒有說這件事 厲害 Julian 又被你找到這張照片 而且這張照片是假的 其實這張應該是一張Postcard 只是想把三輛車拍在一起比較 他還要加上第四部電梯 最後面 所以這張Postcard值得買 大家去記住看 Julian 你真的有嗎 這個Postcard 你只是找回來 剛才我們說的青花 對 火車站 這個厲害 其實如果你在里斯本去Porto 是一定會在這個火車站下腳 如果大家住的話 都要記住住在這個火車站附近 你就可以超方便去到很多地方 腳走到的地方 是啊 其實我想 如果你去一次葡萄牙 其實又划算 最貴都是一張機票 我想最貴的時間 九千多元 你去的時候便宜很多 五千多元機票 五千多元機票 我已經貴了 五千多元已經貴了 是啊 他應該再便宜一點 可以三千多元 我見過他的優勢 但你總共去多久 一程 十幾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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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因為始終葡萄牙比較遠 當然 簡單來說 你去美國更快 你現在去歐洲 最遠就是他 最遠 所以就是那些人去 當然 但有一個好地方 你就遇不到大陸人 哈哈 還有香港人也很少 很少 我覺得很棒 如果你說 你自己夾到行程 如果讓我去 我就加上馬德里一起去 其實有些人是這樣玩 加上馬德里 因為你由馬德里去葡萄牙 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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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交通費又不是太貴 村州過省 剛才你說波濤 去李斯本 都是三百多元 其實跟日本差不多 JR 所以說他的物價很便宜 很划算 即是划算 我回到波濤 其實有Julian 準備了的這張照片 很厲害 這條很厲害的 你去波濤沒有理由不去 交給你 哈哈哈哈 不是 你快點說 我都有去過這條橋 當然 我沒有去過 我一會兒給 Julian說了這條橋很特別 好厲害 必須寫了紙 我有失憶 所以我一定要寫紙 這條橋 我簡單說 最上層是給輕鐵和人走 然後最下層是車 會不會有人在跑步 有的 我稍後也有拍到一些照片 其實是人和車軌是同一時間 不是 設計物就是跟這個 我想那個功用 跟金門大橋一樣 金門大橋就是兩旁可以 有些客人在 但你看我們的青馬大橋 只有車走 對 只不過 你頂盡 就是這個 拍這個冰封俠的時候 哈哈哈哈 又或者跑馬拉重 因此單 他們才可以用到 我們平時一般就用不到 對 說回這條橋 其實追溯歷史 1886年 是啊 1886年 十九世紀門 十九世紀門 八幾年前 是啊 你想想想 其實當年 如果你要建一個 這麼巨型的建築 相信不是這麼簡單 你說在八幾年前 當然 其實我會看到 他的橋 還有這麼多細節 用一些 我們會叫做 最簡單的力學原理 譬如你要說 他的一些叫做 Trust Arch 就是 一些 Trust的意思就是 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有很多 交叉 交叉 其實就是用一些 最簡單的力學原理 再加一個 下面的 Arch 就可以頂住整條橋 我覺得這條橋最特別的 一件事就是 它不只是上面可以走 它上下也可以走 上面就是行電車 下面就是行公路 所以我分開了兩天走這條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OK 我第一天 是看日落就走上面 然後過對面 然後第二天 我就在下面 哈哈哈哈 我用了兩天 哈哈 即是要花兩天時間去玩這條橋 對 一條橋也要花兩天 所以我覺得這條橋很有趣 簡單來說 我建一條橋 有兩個攝影 上面也可以 下面也可以 其實上下也可以走人 所以其實 還有這條橋 我會覺得 它是一個 在波圖最名的 其中一個 可不可以叫做景點 是景點 是景點 大家遊客都應該會去這條 會啊 因為一定會在上面拍照 還有這條橋 是駁著波圖的彌敦道 即是你走到我現在 你以為這條橋完了 但其實之後是一條大直路 走回我們剛才那個很漂亮的火車站 嗯 其實就是我所謂的彌敦道 是 所以其實 即是一條主要幹線 即是好像李斯本 總之我跟著一條路走 我一定會來到這條 哈哈哈哈 總之跟著一條大路走 我一定會來到這條 不會當是失路 就是這樣說 很容易玩 真的很容易玩 很容易玩 是啊 這個我很熟悉 這條橋 因為我記得我去瑞士 那個首都叫什麼 Bernie 其實它也有一條這樣的橋 其實這條橋 是在艾菲爾鐵塔那個人建的 是嗎 其實它的idea都是由那裡來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trust 那些structure 是全部一樣的 很熟悉的 其實它就是在瑞士 Bernie那邊也有一條 就是這樣 這條橋 那呢 我去過自己那裡 是 嗯 波濤呢 我就給大家一些照片 我們剛才看了火車站 是 這個就是火車站的外觀 也是火車站的外觀 其實這裏很繁華 它也有地鐵的 波濤 我只不過是搭機場那時才搭 因為你都說過我走路都搞得定 都不用搭地鐵 就是走路搞得定 然後我就走 我由火車站沿著大直路走 就走到剛才這條橋的頂 在橋上面拍下來的 對 就是在橋上面拍的 那就是這條叫做 我忘了叫什麼河 欸 杜魯河 這條杜魯河 其實那些人 很漂亮的顏色 那些河很乾淨的 我猜不到葡萄牙的河是乾淨的 還有沿著這條河 有些船會下去 不知道是上游還是下游 我不是很清楚 是可以去到一些葡萄園 你們就可以加入葡萄園的tour 坐著船上喝紅酒 嘩 不過葡萄牙的酒很不外銷 偏甜 不是 它是製的那些泡酒 對 泡酒 那些給人家喝的 是啊 我買了一瓶 養生的酒 是啊 很好喝的 養生的酒 哈哈哈哈 那在河呢 河的右邊 其實就是它的舊城區 其實有很多廢墟 其實那些屋子是很爛的 我自己看過 然後另外這一邊 其實是另外一個區 聽聞好像不是屬於波濤 應該是另一個區 另一個叫蓋亞加亞 這一區其實有很多紅酒廠 你見到我指著這些位置 其實有很多紅酒廠 他們在浸泡紅酒 你又可以參加那些 進去喝紅酒的tour 去到波濤就可以看到很多紅酒 養製的 它本身就是 你的名字本身就是這樣 而且我們喝紅酒的瓶 其實都是在波濤出產 是嗎 這個真的很特別 有很多紅酒廠 紅酒廠就是世界各地 你說在歐洲那些 就是他們大量生產 噢 他們又出紅酒 這個我聽回來 我還未考證 那些水松木 那些水松木 然後我這張 就是在河的另一邊 再高那條橋 我過了一條橋 因為我真的走過了一條橋 然後就上了一個教堂 小山丘 然後拍下去 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人 真的很好感覺 那些看日落的好地方 那些是電車來的 那些是電車來的 那些感覺是很瑞士 是很瑞士 也是的 但是沒有瑞士那麼華麗 好像白鷹 那些感覺 不會是輕鐵 唯一電車 不會有派污 你不會覺得污染漲氣 不會污染漲氣 因為車會叮叮你 在這裏看環分很漂亮 而且它叫鬼城 因為它很大霧 所以有時候拍攝會有霧霧的感覺 但它真的霧霧 即是污染就霧了 不是啊 它又不是污染 它真的是霧 但其實它早上很清 它下面有一些郵輪 對 就說給你在河裡喝著紅酒 Wide tasting 對 Wide tasting 應該不便宜 那些就 我想不便宜 坐下這些就算 哈哈 其實就是 大家看到那邊就是舊城區 我過了河另外一邊拍過去 很建議大家過去這條橋的另一邊 去看整個波濤九城區的樣子 就可以一覽無遺 這艘船也很有型 是啊 很棒的 那些人就會想海濱怎麼處理 這個是夏人珠熊區 對 但你看到它很簡單 很簡單 其實很配合它整個氣氛 即是它不需要放那麼多東西去點綴 真的沒有點綴 是的 但你會很配合它這個地方 是這樣的 很偉氣的 是的 然後有些人會畫畫 畫畫 這些就是我剛才說的紅酒廠 你們就可以進去買票 然後去喝紅酒 你買不到很棒 然後它也同時有那些 之前曹總經常提起 有那些人 不好意思 有那些人跳河 是嗎 逼你看 然後看完就逼你拿錢 我們上次剛剛說完 就是黑山這個Mostar 是的 我忘記了是哪段片 跳河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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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原來自己在這裡 大家很想看你的 那我先關掉它 可能我沒有拿到這段片下來 然後又是一些巴西人 其實那些是巴西裔人 是嗎 這裡 可能是這個 你拉到最尾 都不是 Anyway就是 我有一張照片 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就是那張嗎 就是跳河 跳河的 應該可以看回 剛才那裏 剛才 是 對 他們是那群年輕人 大家 你知道 我們這些人 一定會站在這裏看 對 然後 他的同檔 應該是最後一張 對 就是這批人 而且 他的氣勢很厲害 還要一班人 一字排開 如果你在對岸中間 然後轉移鏡 他就收不到你的錢 但是要坐船 要坐船 不可以 坐船經過 他不跳 不一定 這個人已經是這樣 不是坐船 最討厭的是 他知道你拍了一些同檔 就馬上走過來拿你錢 他跑過來嗎 譬如你現在 有人在拍照 你看到有人在拍照 那是不是你拍了 其實你後面 有些同檔 已經站在那裏 對 就要給你看 有一班人在那裏跳 有一班人在那裏 分頭行事 這樣就避不了 我看到最討厭的是 他應該問一些德國人 因為很多德國人去葡萄牙 因為便宜 然後德國人當然說沒有錢 就是借酒 然後那些男生的同檔 圍著他嗎 不是圍著他 吐口水到他那裏 對 很卑鄙 原來 所以我都馬上走 你沒有拍到的 我拍了片 但我不記得放了一條片 在那裏 這樣 通常如果你有DC 你DC就不要像阿姐 一起拍攝 通常你的相機 就放在胸口上 然後反眸 很鬼祟地拍攝 這樣就可以了 反眸 那他們不知道高科技 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阿崇龍偷拍最好 通常都是這樣做 如果你是拍照的話 斷拍照 你要在很不冒犯的情況下 這樣拍照 就是把相機放在胸口上 沒錯 所以這個是景點 對 然後時間關係 好 我就馬上告訴大家 波圖還有什麼看 好 那這個河邊 然後又是剛才說 有這些清花池的教堂 但這個教堂 最特別是什麼 我去到才知道 其實這裏是兩個教堂 A和B 但他們是不相通的 在不同年代起 所以他們是中間這裏 就有些東西搏著 好像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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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對 還好奇 問門口那個人 為什麼兩個教堂 進口進去 都是看不同的 然後當地人說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教堂 最特別是 A這個教堂的鐘 其實是來自這個教堂 然後借來掛出面 是一個很有趣的 有趣的故事 其實這裏附近 還有一間很有名的書店 是呀 那間很漂亮的 是的 那間書店 就是這間 我沒有進去 因為有很多人排隊 又是這麼多人排隊 有很多人排隊 這間書店叫做 羅來書店 羅來書店 好像羅來格仔屋 又是JK羅林 去過的地方 所以他就很有名 還有裏面 其實裏面真的很漂亮 裏面真的很漂亮 但我沒有放照 我們可以上網 搜尋一下 我們搜尋一下 叫這個名字 羅來書店 或者打英文 因為這間書店 其實是一間很 我們叫做 classical的 一間 裝飾的建築 一個室內建築 其實裏面有一個建築特色 就是它有一條樓梯 這條樓梯就是一個 它整個裏面 最大的 我們叫做特色 所以為什麼吸引到這麼多人 剛才在門口 門口那張照片就是你拍的 為什麼這麼多人排隊 進去 就是想一探這個 這麼漂亮的 門口又覺得沒什麼 門口沒有什麼 整個建築是室內裝修的 門口完全很普通 就是這樣 那些青花瓷磚 但進去是另一個世界 要付錢進去 要付錢進去 現在好像六歐 六歐 要排隊買票 我覺得唐樓梯很有型 所以很值得進去 我排隊 好像喉嚨叮 好像喉嚨叮 這個就是大家打卡的地方 打卡熱點 還有Porto有很多cafe 總之每一天 有些人坐在cafe 在那裡 真的可以坐在樓梯上 還有一個全世界最有名的 麥當勞 不過我沒有擺照 以為他出名為什麼 就是因為裡面 那些燈全部是吊燈 是嗎 對 然後他就預為 全世界最有名的麥當勞 那吊燈 那又怎樣 水晶吊燈 水晶吊燈 你看著很grand 但你在吃著薯條 即是安慰自己 對 就是這樣 那這些是什麼 就是地方智慧 是啊 是啊 我看看找不找到 找麥當勞 是啊 好啊 你找一下Porto的麥當勞 Porto麥當勞 是啊 那基本上呢 在曹擁找的時候 就想說 基本上 Porto就是這麼簡單 又是 我只不過 不簡單啊 你這樣說 找不到啊 是啊 麥當勞 等一下 你不要了前面的名字 你不要了前面的名字 你打Porto麥當勞 都是不特別的 都是這個書店 不是 因為你的書店名字 你打了它 你打Porto麥當勞 OK Beautiful 是啊 就是你家 哇 挺過癮啊 它不是有M字 有個鷹在那裡 鷹真的變成M字 這個也是打卡熱點 去到Porto 裡面就因為有很多吊燈 就是吊燈 就是這樣 這樣也可以 對 就是這樣也可以 哇 這樣子的麥記 然後聞到一股炸薯條味 就是正常的麥當勞 那股味 你進去吃的 我沒有進去吃 但我有進去看過 因為它又在市中心 你一定會經過 所有去的地方 腳走都走到 我們沒什麼時間 但原本我們打算開第三節 那下次再說 不斷說兩句吧 好 原本我們想說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 城堡 你說比天鵝堡更漂亮 我覺得比天鵝堡更漂亮 是不是 這個地方叫Sintra 中文叫Sintra 其實在李斯本 就是一些比較監獄的地方 剛才我們看過 李斯本坐30分鐘巴士 對 就是30分鐘巴士 很近而已 怎樣玩法呢 其實 首先這個地圖 不如開一個地圖 其實Sintra是一個地圖 這個地圖 有很多不同的世界文化 遺產 剛才大家看到的皇宮 它叫佩納宮 我覺得我去歐洲看過這麼多皇宮 我覺得它是最可愛的一個 對 我剛才覺得它好像用Legos砌出來 對 好像用Legos砌出來 其實都有一些距離 都很遠 李斯本和Sintra 其實都幾乎隔了幾個城市 其實都是 如果坐車多遠 其實因為我不是在李斯本去的 如果李斯本 你可以坐火車或巴士去 約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 你規劃一下 對 我在Sintra附近住 所以我就直接去Sintra 因為你在那裡住了 一個小時 對 我去做瑜伽 海邊城市 在Sintra 對 一個小時而已 所以那些人是來回 即是可以即日來回都可以 可以 但你就玩不去Sintra裡面 所有的奇形 就是佩納宮 對 佩納宮就是皇帝自己拍板設計 他跟他的兒子設計出來 他的兒子是一個歌唱家 或者是一個戲劇家 所以他們的組合出來是很夢幻的 所以有些 你剛才說夢幻就像迪士 對 我那年比較像唐廣房屋 總之是開心的 還有 你看到那些人站上去 人的比例很大 但建築物很小 那些樹也很過癮 對 整件事都很過癮 很… 即是… 對 很天布頓的感覺 對 那裡面的東西很迷你 對 你看到那些性格很小 很明顯 對 我覺得是我的尺寸的人 進去住 但他沒有新天鵝堡那麼金碧輝煌 又不是 他也是金碧輝煌 因為他是新的 他不是很久以前起的 OK 他裡面就是… 我剛才說的 是很適合我這些矮小小的人 我猜是因為葡萄牙是偏矮的 他們有摩爾人的DNA 偏小顆 所以你進去 如果Julian那些那麼高 那些門要彎低身 整個坎頭 整個坎頭 椅子又特別小 床又特別短 哈哈 你看這扇門 即是他的門 裡面都好像整個鎖匙圈一樣 對 其實他很多細節是很可愛的 很卡通 不如我開我的照片 那你有沒有在這裡過夜 我沒有 我沒有在Cintra過夜 其實如果你即日來回 其實只可以玩到Cintra裡面兩個景點 一就是我現在來這個地方 對 對 第二個地方就叫做摩爾人城堡 我叫他做葡萄牙的萬里長城 摩爾人好像呢 Law of the Ring那種叫什麼人 對 蝦比人 摩爾人其實就是北非那些人種 他們當年就是入侵葡萄牙和西班牙南部 所以帶了伊斯蘭去歐洲 就是他們這班人 會不會被人歧視 歧視什麼 即是他們是外省人外地人 但他們真的統治過 以前伊比利亞半都 對伊比利亞半都 對伊比利亞半 對伊比利亞半 你看西班牙很多 Q到爆的 哈哈哈哈 整個狼牙棒 但如果大家要去這個地方 記住一早去 因為他排很長龍 他是不是好像新天鵝堡一樣 有time slot 有啊 如果過夜好一點 其實過夜 其實我建議大家去過夜 藍一晚 在Cintra附近你就可以玩很多地方 不用那麼頻撲 我那次真的很頻撲 人都不少 我排了兩個小時才進去城堡裡面 可能跟新天鵝堡一樣 其實我早上11點 不過新天鵝堡多大陸人 對 這裡沒有大陸人 對 葡萄牙沒有大陸人 這個優點 對 小大陸人 然後就是 裡面就是這麼迷你 每個人進去變巨人 對 歐洲人變巨人 每個人都頂著頭 對 每個人都頂著頭 唯獨是我剛剛沒有的 很搞笑 就是我拍照的比例剛剛沒有 是對的 他更迷你過印度的建築 而且他的建築是 例如很卡通 好像宮崎駿那些東西 你看看 這些一枝枝有的人樣 九十枝卡通 他不像西班牙Gaudis那些作品 都是有些科幻一點 是很科幻的 然後怪獸會伸出你 所以 是不是Harry Potter也有在這裡 拿靈感呢 不知道呢 不知道有沒有呢 你會看到我這麼小 走進去那裡 你自己設腳架 話說我跟一個德國女孩同行 因為我做瑜伽的學校 就認識了一個德國女孩 剛好我們就說 不如那天去這裏 然後約了他 然後呢 完全是 溝通不到 哈哈 因為他高了 我都去不到他的肩膀 說話很辛苦 哈哈 溝通不到 是因為有高度問題 其實是因為高度問題 那要有本來幫你拍照 還有呢 我想說 他拍照 永遠歐洲人拍照就是這樣 你叫他拍照就是拍你的人 你是拍不到後面 剛才這張已經好一點 我告訴他應該站在哪個位置 拍到什麼 叫他照拍 要不然他只是拍我的頭 其實是 他們不是港女 不懂得拍照 是啊 這樣 這個地方 OK的 好漂亮 而且這裡有一個山頂 在城堡附近有一個山頂 它就有一個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好像糖 是啊 連十字架都可以 弄得這麼有趣 那些棉花糖扭出來 所以可想而知這個城堡是多麼有趣 就是這樣 還有遠望到 就是這個葡萄牙的長城 最遠一點其實是大西洋 就是當年的摩爾人 就在這個長城 還有這個平原 是 那就可以攻守 做攻守地方 就是這樣 好 是啊 葡萄牙很吸引 沒有時間 最壞 不要緊 我們下次 下次再說 拜拜 拜拜 就這樣 為了 加油 有 不